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到我大概有一個作業 叫做主語的 寫IA32的Spec, Assembler, 2Pass分析 第一個同學叫DT字是6月19號 最後的叫T字是8月29號 寫了一個暑假 還蠻刺激的 今天開始我的主題 主要是說 講Socernal跟Micro Kernal 這種叫做極限微核心跟微核心 今天講一句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一些類似的主題 大家對Socernal的認識可能比較深疏一點 因此我們今天的主軸會伴隨著 主要講Socernal 然後帶著講Micro Kernal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開始囉 我是誰 基本上我就讀讀大學,讀讀研究所 就出來工作 今天工作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兩件工作 一件A買B 我是被買的B 去年有講過說 我現在在哪裡? 大家我現在還在B工作 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謝謝大家 好 那 這是我的一個Github的Link 那裡面有寫遊戲的一些東西 就是進來All9 All9主要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 講一家歷史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微核心第一代到微核心 就是單核心再會的時候 到了30年多的歲月 我想我們這邊很多應該都還不到30歲 其實微核心的歷史比我們想的還要久 好,我們講它基本的架構 還有一些極限微核心的原則 跟它 我以Pitching舉例 就是我們需要極限微核心 還有一些是Geek Apart Geek Apart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Session有分一個Code的部分 它會講一個Stack的選擇選擇選擇 然後我把它用一些圖表做表示 有時間講講完講講這個 OK 因為這是微核心代表 極限微核心 第一步我們講講歷史 很快 那我們知道說在1969的時候 有一個在用主義學的OS 叫做UNIS 他那時候地板念主義學 然後他寫了七年之後 這個才可以給大家看 那最後那就變成說 在1978的時候 寫這個人 他去了一個叫做Burk的地方 遇到一個叫Bill Joe的 然後Cansel本身叫Bill Joe寫寫OS 然後寫出一個叫做BSD的東西 那Bill Joe是誰 他就寫了幾個東西 他寫了BSD寫了VI寫了NFS 然後結果開架上 然後創下信我就看賺錢公司的傳奇 好 再來 然後在1987的時候 有個荷蘭人 寫著叫做MINIS 微核心的代表 他比較 讓他知道微核心是 但微核心的代表是MAC NACH不是NACH NACH有多個H 那MINIS他寫的時候 他覺得說他把他拿來教學用途 然後我當時的時候 有個家伍叫做MINAS 他拿他們去改 然後他就覺得說 靠我這邊寫微核心的 你又把他改成單核心去了 那他可能是他效能比較好之類 blablabla的 那他可能說因為微核心的效能比較差 幹嘛幹嘛 他用單核心去寫 可是我們到這個時候 過了差不多四年的時候 有一個L4 kernel 他證明說其實微核心的效能 不是他架構上會比較差 是完全是屬於實作的問題 他只要把一些Key的Buddleneck 用Assembly做寫完的時候 就把它達成這個效果 那跟他同一代問是一個NIT的SO kernel 這傢伙 那我們看一下 雖然微核心的歷史 好像是1987或是19幾年才開始 MATIS的MAC 其實他講實話 他的概念有沒有 在19679有了 有一個叫做MTS的 那是MIC跟大學寫的OS 它是一個Terminal 它說我們把Terminal的這個Driver 從Manbone就是所謂的骨幹型電腦 移出到Terminal上面去 再增加到User Space Driver的效果 OK 所以大家其實有一個概念在 而且在MTS之後他又寫著這個東西 這另外很特別 他整個都在講OS User Space跟Know Space的概念 從把它做顯通性設計 單位的形成 可是他完全沒有講到 關於Apring System 這兩個英文的關鍵字 代表說其實OS關係是很早就有了 那今天講的最主要是這兩個 OK 好 那其實他每個人都有關係啦 然後 其實OS這樣要繼續專業很長時間 所以大家要努力要趁早 不然就不要努力一路爽到尾 大家這樣 努力要趁早 你看這兩個其實是師徒關係啦 這個洗髮了這個 然後這兩個人又有一些關係在 所以大家都有關係的 所以都其實努力要趁早 好 好我們講一下最後原始的架構 大家OS版本都讀過說 我們假設有個微核心Kernel 還有硬體微核心 那我們知道到Process發生的Page 4 它會停下來 然後交一個以後 Pager的分離出來的component 把它做完什麼swap in swap out locate page的動作 做完之後你就把我叫起來 這個跟大家很熟悉 那經過了 相近30年的時間 現在變什麼樣子 變成說 你應該有一個硬體 我們再看喔 他現在把Pager Swapper 這種東西有沒有 通通寫在user space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等一下會講 那他Kernel 他最終很薄的動作 你剛剛知道 其實大家就覺得很直觀 過了30年之後 Pager被移到user space 而在所謂L4Kernel Pager屬於Kernel space的東西 在大部分的MicroKernel Pager屬於Kernel space 他把它移到外面去了 所以你看台詞分user mode Kernel mode 你怎麼知道 過了30年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種設計出現 OK 好 基本架構 好 這會講很快 在UNIS的架構的時候 會講什麼樣子 簡單嘛 你看很多層 那核心是這塊 單純 大家覺得很common sense 那在微核心的時候 我們一面子 一面子做舉例子 他覺得說 我可以把任何東西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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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那哪裡是核心 哪裡是核心 這個加這個是核心嗎 還是這三個是核心 核心只做這塊 他只做三件事情 一個是什麼 Timer 控制時間 另外是什麼 做一下實體資料的code 傳遞 傳遞資料 我把Acode給B 把資料真正做傳遞 在Gnose Space 再是什麼 把Scheduler 所以現在Scheduler 有這邊做管理的 另一個 訊息傳遞 時間控管 實體資料 拷貝跟傳輸 好 那在這個世界裡面 變成什麼樣子 看到他其實每個APP 都是三個 假設我們現在有三個APP OK 他首先他會 我用有個APP 你可以有TCP IPC FlyCtern 他APLW裡面有包含這些東西 那他也有包含這些東西 那哪邊是核心 對這個問題 哪邊是核心 我們剛剛看到核心越變越小 從一個同性能的架構 變成一個分裂數據的架構 那現在什麼是核心 他把什麼TCP ICP 通通給 User去管了 那是說 這塊是核心嗎 其實核心上就只有這塊 他只管四件事情 資源的LK DLK Inventure 就是說這邊配局 配局屬於誰 再是什麼 Portation 什麼IPC TCP FS 通通他都不管那麼多 OK 所以它是UserBase的事情 好 那他的設計是什麼 我們剛剛複習一下整個架構 單核心 微核心 到期間是核心 那他運作是什麼 他運作其實只有幾點 第一點 他把所謂的保護跟機制做分離 他覺得機制的設計是屬於APP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要設計一個機制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設計機制的目的是什麼 那他設計的目的 他其實假設我們在User裡面寫的APP 只有APP本身知道他這個機制設計是為了什麼 User是自己提供為common的tools 他並沒有辦法深深深touch到APP的核心裡面去 OK 所以我們知道 第二他把保護跟機制 他覺得機制是 是APP用資料去 去製造這件事情 那電信是怎麼 他把保護 因為我們知道他說 OS就在給很多apps 所以說有process去跑 他把他把每個資源保護做分離 所以他直線為他只做保護 他並不做太多機制上的事情 因為你對機制要做什麼 你不會比APP清楚 第一次他把名字弄出去 第一次就是說 我在UserBase看到的名字 跟我在Customer看到的名字是一樣的 舉例子 有一段叫CR3的pitchtable 它P3的pitchtable 它會有個adress 它會指導說 我這個process的pitchtable dealtary是用到哪個東西 你看到的那個數字 跟可能用到的數字是一樣 其實你在某種程度上 是給AX 指導自己的pitchdealtary的 這其實很特別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幫所有的資源 跟資源的L跟India 可以通通讓APP可以做對大家的控管 目的是說 結果APP知道他自己現在要做什麼 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那在什麼 再把資訊 因為我們知道他有需要查詢 硬體的資訊 他覺得中心是不能少 他只是一種被動的query APP有 APP需要這個動作 那 其實現在我先才給他看 這樣子 OK 好 靠前講什麼 那 Approach 我們講實際例子 看到硬體一大堆 第十個TLB blblbl的 好 那 它 它分這四成 這是它主要的Terminology 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先把我們Terminology 跟設計中一致 我們知道他在設計些什麼什麼 Apps 大家很熟悉 那我們看兩個例子 你看喔 那這裡有一個Blaser 就是一個科學運算軟體 它用到機制 Blaser它是用到Terminology 它是用到Terminology 它用到Terminology 它需要每個東西讓大家 趕快做溝通 那你看Libblbl它 它implement它自己的Library Pasics跟TCP的Protoncals 這個叫implement自己的 IPC Facial Machine TrapBus 你看喔 自動性能 通通8.5 通通在KernoSpace 它把它移上去了 那真正的Kerno在做什麼事情 OK 其實你看 這一期已經取代了一個apprentices 所以它其實把它叫做Library Apprentices 這可以籌換型的 OS是可以籌換的 IPC IPC Pasics 這是Facial Management Manager 通通都是可以被籌換的 OK 這是最重要的 它是可以被籌換的功能 那核心它在幹嘛 核心在幹嘛 核心在幹嘛 第一個它要跟它做共同 再來它要控制硬體嘛 好 剛剛講到五件事情 第一個supportLK DLK 把資訊跟名稱通通 以Sport數 就讓APP知道這件事情 APP是 APP是aware自己的PitchTable APP是aware自己的PitchTraditor 就是它aware自己的什麼 Exhibition Factors OK 所以它認得 主要是interrupt distribute table 它是知道一件事情 它不是無感 它不是說你TRAP給我 我把自己停下來 通通通就看我 它完全不敢這樣說 它是有感的 有感的 OK 好 那它什麼這件事情 基本的保護你還是這種東西 你不用讓你強占資源太久 好 那 可能大家很陌生 那 那以大家最熟的是什麼 是 CPL3是什麼 是user level CP0是kernel level 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上面是通通屬於user level 基本通通屬於kernel level 所以我說其實它把通通通幫user level去 那為什麼會用cpl 因為其實 user mode kernel mode 是壞才有的 那 大家最原本的印度是CPL等於3 CPL等於0 就沒有任何ambiguous 因為之前大家講的時候 我說user mode 他說不對啊 為什麼user mode可以做IPC 但我就跟你講說 好 CPL等於3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做IPC了 就這樣 所以它知道你可以做IPC的protection 在CPL等於3的情況之下 什麼都CPL QM2 private level 目前特權級優先level 那我看傳統的設計 問問後中是一出 它怎麼流程 它經過30年 它怎麼流程這件事情呢 以前在古早時代 開始看到 它是看到說我一個硬體 要包含很多的process 它根本不管process是什麼 它只看到我要跑那麼多人 那怎麼辦 你只說 好吧 那我有件東西要做 我要負責跑那麼多人 那我要做什麼 第一個 一個 要schedule了嗎 跑那麼多人 總共有個schedule吧 再來什麼 誒 我這樣有timer吧 沒有要有trigger 讓你們每個人 今天做的事情 implement這些web的東西 鬧鐘或是schedule連這樣子 還有什麼 還有IPC 每個人互相做溝通吧 那麼多人 blahblahblah 這叫kernel 以前都覺得說 我一個硬體 要跑很多的應用 達到所謂的 所謂的什麼 multiprocess的效果 就是那麼大的kernel出來 那麼你看到說 最近要怎麼trigger硬體 這其實是work的 因為它造成第一個 一個有效性的東西 叫unis的設計出來 ok 那接下來這個時代呢 他們覺得說不對啊 kernel那麼大 剛剛只有一部分trust 通通都死定 但是我IPC 顧占物對整個kernel都 都kernel fault kernel wave kernel panic ok 那怎麼辦 為了讓kernel的更加的robots 整個security 這是初衷 他們覺得把kernel的東西 通通都獨立出來 開始看到說 那麼多process 我把kernel變得更穩固 怎麼辦 把東西一拔 拔出來 怎麼拔出來 我把這東西拔出來 什麼scheduling 那些footed manager flexing 他們都拔出來 driver 這總不能在kernel裡面 那麼多driver 那麼多周邊 一個bub就全部都爆了 然後再把他從中拔出來 最後kernel只剩下這幾塊 剛剛講過 現在不多說 那好 那到這個世界 他怎麼想呢 我讓我硬體 那我要跑process 他看到真正的process是誰 他知道現在我process要跑mosake 還是要跑科學運算軟體 這是一個重力運算 這個物理系比較熟 之前有說過這些東西 我要跑一個mosake 跑browser 那我就知道說 一個mosake 一個browser 他是偏重於網路應用的 他跟我們在本身local端做科學運用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設計的方向 一個要網路一個沒有網路的最大的差別 因此 我針對mosake做他自己的 triple代表 protocol 在the library 那正在做他自己寫mary 他正在做他自己寫mary 他正在做他中間需要你大 access 彼此的component 科學運算軟體都有一個據點 ok 甚至作為anlement 那怎麼辦 ok好 謝謝 那 他為他自己寫了pastic跟tcp protocol 在幹嘛 他寫他自己的東西 所以說其實 在這個時間中 app跟tc要做什麼是有感的 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那他對他在其次 他最有效能的一些labors 跟他的控制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所謂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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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le space 那他裡面是人家做什麼事情 剩下做那個 誒 誒 抱歉 來複習一下 在單核心世界 他只知道他跑很多的process 他刻的是他怎麼控制 因此跟每個process 進行的互動 因此他設計一個很肥大的kno出來 裡面什麼都包 schedule的包 future memory的包 什麼通通都包進去 IPC通通都包進去 sign level也包進去 那在文化心世界的時候 他做什麼 他說比如說 那核心那麼大 對嘛 他扣很多 他不roboster 那怎麼辦 把很多的component獨立出去 像Minis他分成了四個level 因為他氣表 你看看 三開氣表是由三到 他有零 一二三 四個level 他把真正分成四個level 他把全部都拔出去 真正knole只做基本的三件事情 一個是控制timers 也是控制彼此的訊息傳送 message pathing OK 在控制什麼 他控制每個人的記憶體 實體的傳遞 就是說 誰扣不到誰 這是knole在幫他做 所以他看到他只做這三件事情 終於是 在主謂的單核心跟所謂的偶核心 他只看到什麼 他只看到說 我一樣都是為process做服務 他並不care每個process裡面是誰 他只能提供一個平台 終於在現在世界其實是不太work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work的東西很多 像是周邊或是modem 他變成說你要很多 像是L4 他是專門服務modem 他都不用modem 其實modem他有很多portocom 什麼3G啊 3.5G啊 4G 他用很多不同的套 他變成他事實上說 我現在把你的porto 他是專家每個porto行為做設計 然後我們知道 現在的世界變成這樣子 變成是說 我們看到每個app要做什麼 達到高效能的結果 OK 那 大概有三件事情講完了 好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這叫做 因為它其實有比較酷的 叫做 現代OS Design 之前那是舊時代 像L4啊 現在的功能都現代 現在對應用是aware的 核心是極小的 像通通移出去 好 再這樣 KING 那我們看一下Page Handling Page Handling 嗯 好 現在要在講什麼 我們有一樣hardware 一樣有極性是核心 我們跑兩個app OK 那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第一個動作是說 我現在一樣 上面是user mode 下面是kern mode cpu等於上 cpu等於上 這應該沒有任何的ambiguous 那 一樣它定 它跑這邊 trigger了Page Forward 好 第一個它trigger了Page Forward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那大家應該很熟吧 那應該 那警察會在找它的什麼 所謂的 IDTable 現在找它做處理 那它還虧了一件事情 再來呢 它找它的Page Forward Handling OK 可是我們是不是可憐 可憐是說 可憐是說 我們的Ford Handling 是在user mode去做的 那這邊要幹嘛 這什麼 這只是有個方形 它剛剛擺在這邊 接收到這個硬體傳上來的 那個 第14號的中段 它就叫做Page Forward Handling 可是我覺得它只知道 它只想看那隻灰底的 它只想說Ford Handling 它只是根本去 Handle這個第14號中段的事情 而它沒有做任何PageLK Map的動作 自動箱可能是說 它通通都在user mode去做的 OK 好 這很重要 它不在 Page是反饋了 在把他們做這件事情 它只是很不幸被擺在這邊 做一下 剛好接到這個 這個中段的處理這樣子 好 再來是 它要給它嘛 那現在你看到 這邊會做真正的Page的動作 這電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是一個魔術書的電影 它說現在出現現在沒出現 那我把我變不進去 所以我把我變回來 那真正Page是在這邊 Pager 它有user mode 那它會做什麼 做哪些事情 做哪些事情 OK 它緊張它真正的Page的事情 它會做生意的事情 大家應該很熟 就是說 alocate一個Page Map到我原本興趣的地方 再把它做almap的一些動作 它例如說真正的Page的Handle 假如我現在記憶體 而是在一個 我沒有locate到的地方 然後把它給locate回來 沒有看到我這個user的proxy的space 那它原來我這樣回重 變成說我現在是說 欸 現在我的PageHandle已經完了 那我現在準備跳到 我真正錯誤的地方了 它要幹嘛 它要把它eip 跟它的esp 指回它原本發生PageFault的地方 OK 它把它做 它進去Return回去 真正的Return是在這邊 好 那這邊有兩個trick 先講一下 第一個是說 第一個是說 為什麼我user space 可以做alocate page 可以我自動說 我要map到哪一塊 就map到哪一塊 因為有塊是屬於proxy才 才會管到的地方 為什麼這會可以當users 為什麼我們把原本原本 覺得是應該Kernel在做的事情 引到users 這是第一個trick trick 第二個trick是什麼 是說 我這邊要回去嘛 那變成是說 你知道你這邊都是users mode users mode 怎麼把自己的eip 可以restore回去 不對啊 users mode 怎麼可以說我move一個 Ajs到自己的eip 就會發生事情啊 你在users mode 你怎麼可以動進你的eip 甚至我改對我自己esp 這不行的 為什麼它可以這樣做 這兩個trick在這邊 因為第一個 OK 兩個trick 一個是說 它怎麼把原本Kernel的事情 以spot給user 而且不會引起任何的 另外的所謂的 double的fault 因為電競其實是說 我怎麼把我目前的事情 假裝我 怎麼要users mode 把這些eip給律師兜回去 很奇怪 users mode碰到自己得eip 你騙我那麼多 users mode碰到自己 你就剉起來 你就可以隨便hack到別的地方去啦 他怎麼做的 多久 抱歉 看一下 還有七分鐘 好 那一樣 今天明明說 他會說 他會把他一些東西 這是廢話 是不是 他把東西移到坑裡去做 例子是說 他有個叫stack trick 但是跟著那兩個trick 藉由基本的控制stack 就可以做得到 怎麼說 這個圖很複雜 好 要先解釋一下 先解釋一個標題 叫stack page 4 意思是說 我要解釋剛才那兩個trick 我要藉由這個圖過來表示 它只是一個 使stack的變換跟移動而已 他怎麼做到的 OK 那好 現在我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誒 我最近發生page 4了 在我指定到所謂的 0x00001688 已經發生page 4了 好 印刷尋在這邊 那我的stack point 指到1111 OK 好 這邊意義啦 什麼事情 有意義 這是兩個不同的位置 然後他 剛才在展現場中的pitch 4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好 現在pitch 4 會做什麼 這邊是user mode cranon mode pitch 4 會把他user context 存到他自己的cranon stake裡面去 這大家都很熟啦 應該不用講 我多說 那他現在會做什麼 你看 這邊是user mode的context 你看裡面eIP eHP存的是誰 存的是11688 eHP存的11 這很合理嘛 可是剛剛我是不是說 為什麼他可以改 因為他來cranon mode 這是應該不用懷疑了 所以他在變成 好 第一次打說 我把我目前要locate page的動作 通通移到這邊去做 OK 好 好 好 第一次打說 那接下來這什麼 這什麼 現在我是不是要retend 回去了 他把這邊的kranon stack的東西 minimum user context 通常移到這邊來 OK 所以說我把ESP換成這個人 意思就是說我把原本kranon 看到的context 移到 user mode去做 對他把他當時的環境 通通以時post給誰知道 給 user space知道 所以他把他的名字 跟他我們選通通都拿出去了 OK OK 那剛剛這兩句話 不知道讓我們聽清楚 我剛剛說 其中我的性質做五件事情 一個是 把保護跟機制分開 一個是把那個lok跟delok的事情 做而已 第二兩件事 最後兩件事是什麼 是把名字 真正的名字 跟 資訊 通過讓kranon知道的 越清楚越好 OK 知道越清楚越好 跟保護是沒有矛盾的 你可以讓他知道 或者你還是保護 可以保護說 不能讓他x到某一塊東西 好 講完了 在這邊 那邊說 OK 所以你看他看到我們是什麼 你接下來他會做什麼事情 好 第一個去可以講完了 我怎麼讓pager 知道我kranon在幹嘛 因為我把Stick通常都給 給userspace看了 那我會把我的eIP指到 我現在要執行的所謂的 lok page 原本做page4Handle的地方 在user mode 所以他只做這兩件事 所以我說他 做這兩個assignment 把他copy過去 三件 一個 改eIP 改esp 改user staker 到 copy過去 三件事 達到 第一個去解決 講完了 他把kranon要做的事情 他用nonuser去做 好 那現在講的事情 那我現在最後 就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他怎麼把 你看我現在這邊 還是在user mode 我還是要把我的 eIP最後指到誰 指到這個人去 指到這個人去 那我怎麼做 我moveeIP我一定錯賽 我也不能用jump 因為jump只針對near label有用 什麼是near label 就是相對我心臟的位置 jump到個好地方 它是有個範圍存在的 所以我不能用jump 那怎麼辦 我跟他說這整個都是 Stick一個小trick而已 game算是trick 可是他剛好比較聰明 知道這些做法 江湖一點絕 點破不值錢 來來來 他把這個eIP有沒有 指到這邊來 什麼意思 這是目前ESP的下面加4的地方 意思是他把現在的 他要回去的eIP 放到 目前是這個eIP加4 ok ESP加4 最後呢 call return 就回去了 你會做什麼事情 會pub現在的eIP 可以pub現在的cs call code segment 那為什麼他不用pub call segment 簡單因為他現在都在 usermall 對usermall 他剛好usermall兩個call segment 都是一樣的call segment 那幹嘛要 存call segment 他只要存自己的 會要回去eIP 用return 把它pub出去到eIP assist 就沒事了 好 那 那這邊這兩個 剛剛這邊這兩個chick 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就要講結論了 可是這個就會跟他的calling conference有關 對對對 是的 是的 就不能所有的 有多思議 那樣的 對 所以說針對你那個nabry的東西 你可能要自己有一套 自己的方式的做法 像他現在是 跟佛南就是說 他這個calling 他有一段calls在處理這件事情 意思是他 他假設我像 剛剛不是有一些APP 有自己的pager的animate嗎 他變成他要自己的這樣的規則 沒錯 實在沒有 不然是其實我們OS就換個OS 那變成說其實有些東西也要重新去適應 大概這樣子 OK 好 那這兩個chick大家講完了 那所以說 好 請說 我覺得一台有那個問題 是不是有問題 嗯哼 interred branch 不會有什麼 障礙 interred branch 的話 interred branch inter 對對對對 那個bunch的話 看一下 而且怎麼會有個 對 他要跳兩段 好 pf 剛剛同學的問題是說 interred branch為什麼不一樣interred branch 原因是interred branch的Op 比較大 並不是可以穿上去把它做完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講結論 在這個世界史觀底下 大家盡量不要把自己帶動所謂的口能本 跟我們講事情是說 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 可能都是專門為Support OS 的存在 為Support APP 的存在 在這個世界的體系並不是這樣 這世界體系是APP 主導的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他要對硬體做的事情 只有APP自己本身最清楚 他現在要做什麼 每個APP屬性通通通都不一樣 好 結論了 好 謝謝 時間到結論 第一個是說APP 主導是要call design call design還不夠 你要讓APP主導很多事 很多事情 因為這句話我大直講好玩的 可是我們剛才說 現在有APP主導 機制不是底層開發說得算 機制不是犧牲廳開發說得算 機制是 是APP現在說得算 那現在還有什麼 我們現在就不要 限制任何APPS capability 我們要相信 每個人都是ambitious 他都可以知道說 他可以 這樣APP其實也比較麻煩 可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優化 最佳化 最佳的話 本身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很有knowledge 大家可以care自己 可以自己的東西 而不是說 底層效能不好是底層的問題 我們聽不管了 就這樣 所以不是APP要自己做這件事情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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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家 freu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